比財近在運通 股市回檔當中開出 但是啊 怎麼樣都不會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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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昨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太夠 我今天可能會 再跟你們講未來 行情會發生的事情 你們要仔細聽 因為我知道這一波從7200 行不當中漲到8000 所以前面有一波 是因為股災的關係漲回來 一個所謂的平反行情 所以很多人措手不及 你知道嗎 很多人股票殺在那個地方 抬股票又嚇壞股 現在咬咬咬咬 所以接下來補救的機會就是 第一 做對方向 第二 買對股票 我再強調一遍 是買對股票 好 這是今天加減股價值數 在昨天大漲之後 這邊做一個量縮的關係 那這個地方當然不太可能攻期 因為均量基本上是沒有黃金交叉 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跟你們做這個動作 比較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大家知道嗎 因為今天我在帶你們操作 或者是帶會員操作 我們的資金是有限的 我常常講說我們股票就是三支 你一定要挑到 不是會漲的股票而已 是挑到這段時間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不是已經大漲的股票的時候 再去買看看 賭看看後面會不會大漲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些動作 因為我們不是分析 可以10檔白檔有漲就算幾下 買股票有去就更好 厲害 不是這個樣子 好 你記得嗎 我跟你說 你要在兩條 這個均量線黃金交叉之前 把對的股票買好 好 然後當禮拜二的時候 黃金交叉的時候 我講了三次股票要飆 那昨天行情大漲真的飆出去 這是OTC指數 好 今天OTC櫃檯指數 從我告訴你這段時間 從1、2、3、4 4天還在往上漲 當然昨天的大盤 在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的加捲股價指數 它有沒有在創新高 它創新高了 可是它沒有創新高了 換句話說 一個多禮拜之前 我已經跟你說 你要朝哪邊去買股票了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上市跟上櫃 我還是不太會挑 好 我再跟你講 這一波的主流在哪裡 在櫃檯的紡織 好 你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的OTC的部分 它今天是呈現量縮的 跟這OTC的紡織量縮的 可是呢 它的指數位置 我們拉近一點 在2、3、8、0 其實是昨天的高點 你告訴我 這個成交量這麼大 然後這是高點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那你告訴我 它還會不會再漲 那我再問大家一件事情 9月2號的時候 你看得出 這個紡織類股 櫃檯的紡織類股 要漲了嗎 如果我跟你講說 我看得出來 要拿出證據啊 對不對 今天這支股票 應該不是憑空變出來的 應該不是我跟你分析 我跟你談吧 這是9月2號 當時我跟你說 完成佈局 準備馬上上漲 當時9月2號的OTC 這個紡織 櫃檯指數在這邊 它後面漲了這一段 好從213 漲到238 就這樣的一個位置 好你注意 例行9月2號的時候 這是我買進的位置 9.53分 134塊買 好 你可以看到 都可以成交 都可以成交得到 好其實我例行 不是只買一次 我拿我成本最高的 來跟你講 好就是說我的會員 按照我的指令去買 最貨最貨 會買到134塊 因為134塊 以上我告訴你 不要賣了 所以大家都能夠成交 好 扣訊在這邊 請注意 我告訴會員是 價位 然後要買進三分之一部位 這是我最高成本 最高最高 買利勤最高的成本 好 到了9月7號 它發動了第一根漲停 9月2號 我跟你講說 完成佈局的時候 你扣掉兩個交易日 大概就是三個交易日 兩天放假 三天 三個交易日之後 它開始漲停板 好 那漲停板的過程當中 隔天再漲 昨天再漲 今天來到162塊 就是說9月2號 你能不能看得出來 力勤要漲了 而且力勤是馬上會漲 還是說 這邊漲停板的時候 我去追看看 當然你這邊漲 追會賺錢啊 可是你知道嗎 從131塊到134塊買進之後 來到這邊 幾個交易日 1 2 3 4 5 6 6個交易日 1張可以賺25000到28000 10張就是28萬 那三分之一部位的意思就是 六百萬你要靠兩百萬 三百萬你要靠一百萬 那以這樣的幅度的話 大概是兩成左右 我不知道 就是不到十個交易日的時間 一百萬賺二十萬 它算不算是一個波段 所以 為什麼我跟你說 我要做這樣的分析給你們看 因為 錢是有限的 而不是說看到指數 一般的投資朋友 就是看到指數漲上來之後 才想到要買股票 就像昨天 昨天你去買股票 其實你是很容易買錯的 如果你昨天有去買股票 你大概就知道了 是很容易買錯的 因為 請把我這句話記起來 主力不會在大漲的時候進貨 主力比較容易是在大漲的時候出貨 當然我不能說你買的股票一定是出貨 但是很有可能是調節 所以短線上可能就住進套房了 所以一個波段的操盤高手 短線是不是要比別人犀利 那要短線比別人犀利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做出累積一個波段的話 那我們要靠什麼東西 我們要靠的是技術分析啊 不是嗎 就是這個樣子啊 公司賺錢一定有人心知道 心知道他會心買股票 心買股票 技術分析就會有量價結構的變化 你就可以從這當中知道 什麼樣的訊息 而這個訊息是別人看不到的 但是你已經先看到了 這個就是差別啦 好 例行之後我再跟你講這支股票 那基本上我告訴我的會員 是最後買點你知道嗎 這支股票昨天大漲 然後從我們買進的位置 現在也來到這個地方了 一天一天慢慢的往上墊 這大概已經賺最少最少 大概7到10% 7到10%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47.3它不是最高點 那簡單一句話它還會再過去嘛 那你可以等到它過去的時候 你再考慮要不要去追 還是它還沒長上來之前 你就先知道 所以這些東西都在我節目當中 我們是用印證的方式 印證給你看 印證什麼 技術分析的最高進階 是能夠看到未來 所以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產品不打折 為什麼產品不會有價 我常常會訪問他們說 為什麼我需要打折 為什麼我不能不二價 因為我給你們的東西 遠遠超過你們付出的東西 不是這個樣子嗎 好 我今天用一支股票 要來證明這個東西 也要能夠看見別人看不到的 要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為了自己勇敢站出來 我前面這些講的東西 都是我之前先講的 我告訴你這個趨勢在發生 可是當下你還沒有看到 例如說你還沒看到 例行漲上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紡織股會有前途嗎 對不對 應該要去買什麼電 什麼顆什麼光 當然我不能說你買電子股一定錯 至少 以幅度上面來講 你去買例行 它可能勝過買 可能買紅海 買台積電 甚至是聯發科 當然我不能說這些 其實不是好公司 只是說 歸季你知道嗎 水果 它一年試季 它一定會有旺季跟淡季 那其實產業也是一樣 包括產業大的循環跟 跟小的循環 跟快速的循環 那包括資金的流動 這些東西 它其實都運產到技術分析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才有辦法嘗試別人不敢做的 就算7200點 我叫你們做什麼 然後我叫你們買的那些股票 現在在哪裡 你聽得懂嗎 我當時叫你們買的股票 你們都聽過耶 群創 育龍 晶電 今天晶電已經來到30塊錢了 華興 聯發科 每一次都是可以賺錢的 可是那是在那個當下要買的 現在這個當下 買這個會不會賺錢 我認為時間拉長 可能會可能不會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馬上能夠脫離成本 因為畢竟現在已經來到8200了 我要跟你講說 7800年以後 兄弟爬山 一樣都做多 但是各自努力 所以你要能夠看到這個東西 比方說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你們大致上都沒有看到這個 限制型的股票改進值瞌睡 你知道嗎 這當中蘊含了很多很多股票 它漲一倍的波段 而且它漲一倍的波段 不是從7200點來算 是從8200點來算 換句話說 8200點如果以指數來講 要漲一倍的話 要漲一萬六 這可能嗎 好像機會很低 我們不能講一定不可能 對不對 可是相對來講 如果8200你買股票 是可以賺一倍的 那可能會容易得多 那這是從這個趨勢出來的 所以我待會會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跟你們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可能你前面 頭班車沒趕上的 它可能是中斷車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再講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運達頭部救小賀 慶賀開播八週年 要五毛給一塊 要五毛給一塊 八週年慶祝您八整年 搶購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部 鍾老師 寫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叫小賀 此鼓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曲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小賀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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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頭部救小賀 慶賀開播八週年 要五毛給一塊 要五毛給一塊 八週年慶祝您八整年 搶購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得一切嘈雜 好 常常在跟大家講 眼睛看無未來 眼睛看的今 眼睛看的今 今 今 好 常常在跟大家講 但是技術分析才能看到未來 我今天舉一檔股票 證明我的論點給你聽 好 這支股票叫做喬村 好 8月28號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糕點打四者 它全球 新合金的水龍頭的 這個龍頭產業的公司 所以我說要波段佈局 所以當時候8月28號的時候 我花了五通以上的摳訊 都在講這一支股票 好 這是8月28號 36.3 買進三分之一部位 波段佈局 買在這裡 絕對都可以成價 因為當時候價位是36.1 好 它就這樣漲漲漲漲 漲上來 然後到44.95塊 來 一直來到昨天 我跟你說 46塊錢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45塊全部都出清 那當我秀這個明信給你看 就是說 如果你的老師是沒有會員 你賣股票賣股票 是賣頂檔的 你知道嗎 如果他的會員不夠多的話 那或者是說 你的老師摳出去的摳訊 會員都不敢跟 為什麼 就像我現在講說 很多人在節目上炫耀掌停板 馬上買馬上賺 為什麼會員沒感覺 因為前一波下來的時候 都被滅團了 你知道嗎 全部分都不敢拿 那為什麼 我賣這支股票的時候 它會下來 因為第一 我的股票本來就不多 第二 我會員相信我跟他們講的一切 我常講三顆星 就是這個樣子 好 今天的喬春掉下來 我倒不知道跟你講說 喬春 你看我買了以後就漲 然後賣了就跌 我不知道跟你們講這個東西 我跟你說 輸贏的關鍵在哪裡 然後你要從這當中學習到什麼東西 好 我在8月28號的時候告訴我的會員 你們要去買喬春 好 當時候 你可以看喔 我常跟你們說 一個優秀的操盤手應該是 怎麼樣把一支股票 從空頭它要轉多頭的時候 告訴他的會員 而不是多頭轉空頭的時候一直去追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追在那個尖尖的位置 那你看下來的時候 下面的是頭信 這樣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賣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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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賣下來 那我要問大家他賣給了誰 那8月28號我買姓喬春的位置在這邊 我們拉近一點 36塊3毛錢 那你對上下來你可以看到投信當天還是賣超的 而且他賣超是當天成交量的超過1.10 換句話說他雖然賣的絕對金額沒有很大 但他佔總成交的這個比重是非常大的 那我要問大家 為什麼投信賣超的時候我去買 好 然後你看喔 上來的時候 一路上來的時候 你看這根長蟲是誰買的 這也是投信買的啊 投信買的 他買在哪裡 他買在這邊 然後隔兩三天他沒買 這邊又再買 買 買到這邊高點 然後我這邊把它除掉 那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 為什麼投信在賣的時候我去買 為什麼投信在買的時候我去賣 為什麼我買比較低 投信是殺比較低 然後買高的 反而是高的我賣給他 好 這就兩個問題了 你到底是看到還是看破 如果你做股票你只是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他起床辦 我看到他好好消息 那就看到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很多的東西 是人家刻意讓你看到的 那你能不能看破 你真的能夠看破 你才知道 人家刻意給你看到的那個東西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我今天可以大放絕食說 你看我買高票之後 投信給我更加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在思考的是 投信賣了之後 他賣給了誰 所以這不是我一個人買 我就可以把它買上來的 不是 所以我還是要告訴你說 當你看到 股票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投信在賣超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我看破什麼 所以這一段我賺到了 那接下來 喬春什麼時候買回來 你看到什麼 而我們看破什麼 就可以買回來 簡單的說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技術分析啊 這就是技術分析 所以金賊 因為股市的險惡 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很多的報章的消息 它其實是故意讓你看到 你知道嗎 就像7200一點 報紙要讓你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那一天 融資大減了130億 很多的投資朋友 都因為這樣畢業了 因為他們就是看到那個東西 而人家就是要他出去 你能不能看破 這才是未來輸贏的關鍵 你靠的是什麼 靠你看電視嗎 靠你看報紙嗎 不是 要靠的是技術分析 所以我常常跟你們說 我們不會輕易許下承諾 一旦許下承諾 就會用生命來護衛這個承諾 這就是我在做節目 你看行情一上一下之間 你看我講的東西 我不會今天講的 跟明天講的不一樣 因為我昨天就是這樣看 哪怕是看錯 我也不會去閃閃躲躲 這就是為什麼 我的會員會願意跟著我 因為他們知道 他跟的是什麼樣的人 是什麼樣人品的人 你聽得懂嗎 好 這是我們前一波在跟你講的東西 當然有些趨勢都還在持續 比如說喬村的部分 他們可能到什麼一個位置點的時候 我會去把它買回來 但是這個部分 那麼我先跟你們說 我就不講了 因為你們都會知道我要買僑村 那別人也會看到我要買僑村 那相對來講 我要怎麼去保護我的會員 讓他們在買僑村的時候 不要被發現 這個就是重點 好 接下來你們要去注意的是這個 限制型的股票改淨值磕稅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最有利的是 你們喜歡的電子股 當然它還沒有成真 但是它一旦成真的話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長期的員工分紅的費用的話 導致我們的人口 人才一直外移 這對高遮季產業 它非常非常非常傷 那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最近 這幾年 其實電子股都在配現金 那這後面它的趨勢 它會改變的 改變可能配股票的 那配股票怎麼樣 對大老闆有利 就是配了股票之後 它會漲上來 那如果說以後要以淨值來磕稅的話 那整體的台股的本益 這個淨值比 它其實是會拉高的 所以有很多的龍頭股 它基本上 在這段時間會漲上來 其實都有那個道理的 這個東西跟電子股有關 所以我昨天跟你說 當電子股它沒有出現 我們原先告訴你的 這個訊號的時候 那麼它就有可能成為 下一波的主流 那很多的產業 其實你必須要先知道 比如說這個東西 維瑞森從2016年之後 之後開始會測試5G 現在是2015年底 現在已經老了9月了 那2016年就已經要開始測試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原件 要先準備好 那先準備好 就會有人先知道 就會有人先接到訂單 而財報還沒有反應 你就要領先跨進去 那另外是政府 我跟你說過9月份 對政府來講 直接講政府 應該講政策來講 它肯定是很重要 9月份沒有戶起來 後面10、11、12不用完了 那當然我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行情還沒大漲 我也跟你講說 有85%的機會 那現在拉上來 其實還是85% 不會多不會少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確切的證據 但是我已經知道 那個決心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5個重要的產業 包括你們看到今天 大漲的生計 都是其中一環 但是這5個重大產業裡面 配合這個東西 我認為最有機會的 應該是這個產業 所以在它還沒漲上來之前 把它找出來 你才有錢賺 這就是看到 跟看破之前的差別 當你們看到聯發科要併立期 立期就不漲了 對不對 消息出來的時候 它就不漲了 好 那我要問大家是 立期要被病之前 難道都沒有人先知道嗎 都沒有人先知道嗎 你覺得 都沒有人先知道 股價會長這個樣子嗎 成交量會長這個樣子嗎 我跟你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 公司賺錢一定有人先知道 公司要去進行 也一定有人先知道 那如果有人先知道的情況下 這支股票我今天講的第三天 那我不知道我還有幾天可以講 因為當它漲了10% 讓我獲利了20% 到我的會員獲利20%之後 我會打開來給你看 我還是要驗證什麼 看到跟看破之間的差別 這是禮拜二漲3.5% 昨天漲2.5% 今天平盤 會員 我跟你們說 買的還不夠 如果有機會的話 要把它買足 我跟你們講的部位 因為很多的東西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只能這樣講 我們已經知道了 好 讓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去證明 你可以不急不徐的 去享受波段獲利 就好像你們現在看到了 櫃檯的房屍股都上來了 包括 利勤也上來了 包括我們之前賺的 喬村也已經賺走了 那麼接下來你該怎麼做 去貴人家兩成 買利勤嗎 還是去猜猜看 喬村我們什麼時候接回來 還是去找找看 看什麼股票是符合這樣的條件 然後 似懂非懂 去買一張兩張 或者是 切切的 踏實的 財文每一步 有那個決心 有那個信心 因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真的 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信任我 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你們很多人是被騙怕的 所以你們真的有那個決心 有那個信心 帶上誠心 再跟上我接下來的動作 因為我們在證明的是這個東西 超越市場享受操作的樂趣 擁有技術分析成為真正的操盤高手 這一次的八週年 我要強調的就是讓大家都能夠 擁有技術分析成為真正的操盤高手 以後歷經多空循環也能夠全身而退 接下來的關鍵 要佈局的股票 務必帶上三顆心 電話波通 就對了 但是容成非降賽 不叫虎馬 杜英山 閃會真之聲 化容點睛 感謝您收看 歡迎加入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桶再會 拜拜 小火 請 運達頭顧 救小賀 慶賀開播八週年 要五毛給一塊 要五毛給一塊 八週年慶祝您八整年 搶購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将一度 将两度 将三度 将四度 将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一台不需要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学习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0瓦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 融合了冷气机的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的降温的冷凝效应 达到冷气的效果 在背面的进气口 设置了大片的棋片冷却网 散热网上方是一排洒水孔 启动电源以后 洒水孔会间歇性循环出水 把棋片冷却网淋湿 大面积的网潮 会快速吸收空 无法担心 有机会 中央水炭 nehme冷却 对